大家晚安 第十一號颱風南馬都 在今天早上八點的時候 減弱成熱災性第七 氣象景也在八點半 解除了南馬都的海上 和陸上颱風警報 那從我身後的衛星圖 可以看到南馬都的結構 被破壞的過程 在他登陸 登陸的前後 其實中心的結構 已經相當鬆散了 不過他南邊 還是有一些雲溪移上來 所以造成臺灣地區 從今天早上到現在 還是持續有下雨的情況 那我們來看一下雨量 累積的情形 從我身後的雨量 累積圖來看一下 其實在整個中南部地區 今天的雨量 還是累積相當的多 那特別是在恆春半島 可以看到有紫色的顏色出現 那雨量呢 在恆春這個站 早上到下午四點 還是有超過兩百四十公里的雨量 那這種降雨的情況 從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 要特別提醒在恆春半島 和南部地區的降雨 都還會持續 甚至還是不排除 有局部性的大雨 或好雨發生的情況 那特別提醒恆春半島 因為前幾天已經下了非常多的雨量 那今天晚上如果雨量持續下的話 可能還是要請那邊的觀眾朋友 特別注意這種下雨的情形 我們來看一下明天的預測圖 明天熱帶性地下在登陸之後 就會進一步被破壞成為低壓 不過他順著他南邊 還是有一些西南風 還是有一些水氣 所以明天要提醒在恆春半島 還有南部地區 東南部地區 都還是容易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 或好雨 那在北部和中部的明天 又回到典型的夏天的天氣 午後會有一些雷震雨 也是容易有一些大雨 或好雨的情況發生 那雖然颱風已經減弱 可能都在行地切壓 不過這種降雨的情況 在明天之前可能還是會持續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種下雨的情形 以上資料是中央氣象局提供 好 繼續來看明天的各地詳細氣溫 最低溫24度 最高溫29度 南部地區在台南 高雄 屏東跟恆春地區 還是會有下雨的情形 最低溫24度 最高溫29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25度 最高溫29度 外島地區最低溫25度 最高溫29度